那這個優生保健法 現在目前 都還是很嚴重 至少20、30、40萬 都有 那我們在立法院也曾經 請這個立法委員修法 但是立法委員呢 基於這個選票問題 他 考慮太多 根本不敢動作 那關於這種生死問題 那應該交給前民來公決 公投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因為交給所有的老百姓 因為立法委員民意代表有選票的壓力 如果有人協助他 幫忙他 那麼有80%以上的婦女 他都願意繼續懷孕 也就是說他不願意再殺自己小孩 因為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食業懷胎 一歲已經在那邊成長了 所以他孩子 是有人錢的 我們的刑法也有墮胎罪 只是因為優生保健法 是特別法 所以把這個普通法 刑法給暫時遮蓋一下而已 他不是正義的 但是惡法、義法 人的生命是從 從胎兒開始 到老死 這是人的一個人的生命是現性的 你不能夠從中結斷 說人錢從你出生第一天才開始 這回事 人的生命 從胎兒開始 而且現在未來還要 還要這個廢除死刑 死刑犯的權力都比胎兒大了多少啊 把胎兒殺掉只要一個個人的自由心證 這會影響我心裡 就墮胎 可是死刑犯呢 判一個死刑要多久 3.5年下不來 法務部長簽死刑執行令 誰願意簽啊 所以說 墮胎是殺人 胎兒是人命 請注意這一點 謝謝 墮胎是不是一個暴力行為 墮胎是不是暴力行為 墮胎是暴力行為 因為把孩子給殺了嘛 這個像黑道一樣 殺人妹口 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他本質上就是如此 而且殺人罪是最重的 所以殺人罪是這麼重的話 只因為他在肚皮裡面還看不到 所以很多人就要否決他的存在 好像就是把他當作一塊組織之類的 但他本質上就是一條人命 這個婦女的自主權 自主權不是絕對絕對的 沒有上限的 所以他今天已經被歧視到 無以復加的地位 無以復加 只因為他沒有辦法說話 可是他最無辜 最弱勢 希特特為什麼要屠殺猶太人 他的理由就是 他是劣等種族 他是劣等種族 所以不值得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最大屠殺 我們胎兒被歧視到 以這個劣等的 等於是打到劣等的地位去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這種情勢 用暴力的行為來解決問題 像黑道一樣 那麼劣等的人就可以殺掉 那從這樣邏輯推演的話 未來的老人 病人 殘障人 都沒有生存的潛力 所以現在聽說還在立這個主動 安樂死 可以自殺的 這不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 殺人自主權